善良的好人 从前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好人在树林里走着 突然他听到灌木丛中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像是某个动物捶死的惨叫 他不能见死不救 毕竟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人 于是他回过身翻看灌木 惊讶地看到了一条蛇 那条蛇卷曲着身子 紧紧地缠绕住了一只青蛙 蛇正准备张开大口 把青蛙吞进去 啊,救不救青蛙呢 好人有些犹豫 如果救了青蛙 蛇就挨饿了 如果不救青蛙 他一定会被蛇吃掉了 好人转身离开 走了两步又退了回来 青蛙的惨叫 让他善良的心无比难过 这种偶遇 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呢 此时此刻 他就是青蛙的救世主 好人突然充满了使命感 他觉得自己的行动 变得越发盛名 他按下决心要救青蛙一命 放开那只青蛙 好人用一根木棍 指着蛇的头说 否则我可要亲自动手了 蛇看了看好人 冷冷一笑 然后说 你要把他从我这夺走吗 你可知道 我已经饿了很久 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才把他抓住 他不再是一只青蛙 他是我的性命 你这要狠心夺走我的命吗 这 好人变得不知所措了 这条蛇说得好有道理 甚至无懈可击 好人又看了看可怜的青蛙 希望他也说点什么 来打动自己 青蛙被蛇缠得紧紧的 他已经接近窒息 但是他也不想放弃 这最后的机会 于是他鼓着眼睛 辩解道 嘎 好人叹了一口气 转身准备离开 蛇得意地冷冷一笑 张嘴把青蛙吞进了肚里 噗愣愣 一只老鹰从树上俯冲下来 一下扑到蛇身上 蛇和老鹰扭打在一起 蛇用身子缠住了老鹰的爪子 脖子却被老鹰紧紧地抓住 这一切都被好人看了个正着 好人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他对鹰说道 放开那条蛇 鹰看了看好人 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你要把他从我这夺走吗 你可知道 我已经饿了很久 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才把他抓住 此刻他不再是一只青蛙 哦不对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应该是蛇 嗯 他不再是一条蛇 他是我的性命 你真要狠心夺走我的命吗 这 好人愣住了 然后对蛇说道 这是你的词 很有道理 我赞同 说完 好人打算离开 蛇扭动身躯 挣扎着 朝好人喊道 还记得那只青蛙吗 他就在我的肚子里 青蛙牺牲了自己 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他把如此宝贵的东西 交给了我 我多么希望自己有能力 保护好他呀 你知道吗 他当初只是一个小蝌蚪 游在池塘里到处找妈妈 他历经艰难险阻 逐渐长大 居然神奇的 长出了四条腿 变成了小青蛙 生命是多么的辉煌 生命是如此的精彩 好人和老鹰 都听得入了神 蛇趁机又扭了扭身子 吐了吐舌头 继续说 今天如果我死了 那么青蛙美丽的生命 也就等同于白白牺牲了 她的死将会毫无价值和意义 这简直是抱恬天物呀 这就如同一个鲜艳无比的气球 握在你的手里 你用针轻轻地一次 蹦的一声 它消失了 就好像从没有存在过 好人啊 你会那么残忍吗 这 好人又愣住了 这条蛇说得好感人啊 简直是情真意切 虽然老鹰有些不情愿 但是在好人的压力下 蛇还是被放走了 今天收获可真大 救了一条蛇两次 救了一只青蛙一次 好人边走边想 很是得意 正在这时 前方出现一只大老虎 拦住了好人的去路 好人并没有害怕 因为他已经成竹在胸 想好了台词 好人走上前 朝老虎微微一笑说道 生命是多么的辉煌 生命是如此的精彩 没等好人说完 老虎呼的一声 扑了过来 咬断了好人的脖子 结束了他的生命 老虎舔了舔嘴角 新鲜的血液说道 你说的也许很对 不过我真的很饿 生命是如此的好吃